这到底怎么回事 台北士林区有一座游泳池 因为紧邻公园 又在公园用地上面画了好几个停车阁 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侵占公园地的疑虑 而不过公家单位解释了 这个汽车停车阁是他们画的没错 是要设立给身杖人士使用 不过我们实际回到现场 却发现停的人几乎都是游客 而且一旁的机车停车阁 不但画位大小不一 还有路灯挡路 根本形同虚设 驾驶将车开上人行道 熟练地驶进停车阁里 但仔细看墙上标语写着 禁止车辆进入园区 那这被停满的阁子又是怎么回事 而且位置紧邻公园旁游泳池 是否有私化土地的疑虑 因为本来就是他们员工在停的 如果是画停车阁 然后又放了禁止停车 那不是互相矛盾吗 停车阁 那个最主要就是 就是无障碍跟那个警戚系统 要做处理的时候的一个停车位 原来这停车阁是贴心要画给 身障人士或紧急用途 但看看周边没有任何的相关标语 停在这的车也没有身障停车阵 附近也没人取缔 似乎变成先抢先赢 先停到的人就能省下 隔壁停车场的20元停车费 游泳池旁的停车阁大小画得相当不均匀 像是这一格特别的细长 旁边这一格竟然还处着一根路灯 这两格到底能不能停车呢 可以如果说真的要可以摆后面一点 摆在水沟旁边那边 路灯队我们会来办一个会看 那如果说没办法 那我们可能就是先把停车阁就吐销起来 停车阁大小不一 还有个路灯挡道 难怪没人停 公家机关解释会近期改善 毕竟公园用地加上游泳池 出入民众本来就多 两边停车阁的问题 如果不快点解决 恐怕会引起更多民怨 中天新闻阿公 杨曼周宇如台北采访报道